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关键的是它的量 它的量只有699 不是吃到饱只有699亿元 700亿元不到 但是特别强到是价 没跟量一起起样情况之下 会不会担心有一些被连现象 另外一点 从早盘开始我们盘中一直叮咛给大家 这个量能萎缩情况之下是好拉也好杀 不过多头气氛是比较强 直接进一步又是一个拉高的情况 再来看到是在亚古的行情 亚洲股市的买盘气势表现都还不错 首先要看到日股部分 弹幅逼近到2.9% 接近到3%之多 大涨了303点 因为今天的价格已经来到90美元 符合官方所预期的 接下来第二个阶段要看到100块钱吗 担心这个压力会不会越来越大 还是说只要能够进扁 马上就能够让股价能够有冲高的机会 再看到亚古的行情 特殊的地方还不止如此 还包含了看到大陆股市部分 弹幅超过了1%以上 这个反战的气势能不能再延续下去呢 过去我们所看到 包含在美国股市部分 包含在大陆市场 惠语也好 这些性贫的机构是不是有一些可能调降性贫这样的动作 可是过去如果光听到 腿都软了 但是现在不一样 听到之后 微幅的震荡 震荡过后继续再涨 能不能代表说这是一个利空测试的结果 好 再来要看到的是 在香港恒生的话 也弹幅达到了0.9% 203点 美股的盘后盘表现的部分 事实上欧美股市有点美股盘后盘 今天科技类股会不会担心是比较大的压力呢 Intel盘后盘的话已经跌幅超过了5% 不止无此 也包含在金融类股这中的财报里头 担心又是一个压力 有些个别的题材 已经造成了冲击跟影响 马上要关心到现场的聚焦的一个目标 我们所看到台北股市的行情变化里头 尤其金融代工 金融代工 如果把它比较像台积电的走势里头 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行情变化是多少 我们来看一下 的确表现不错 来到101.5块钱 台积电 台湾最重量级的这个 指数的这个股价的表现 而且包含它全球代工的地位 现在的买盘能够积极推升吗 如果比较于费半的指数变化 甚至于在丰盛族群 甚至于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半导地指数部分的话 有一些出现回测的力量 会担心是压力吗 马上为您邀请到现场的来宾 首先为您介绍的是华冠图副总经理 黄辉民 辉民你好 舒贤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欢迎三位来到现场 那看到辉民的话 看到这三位来宾都会知道说 又是一个礼拜的周末了 这周末就要轻松一下下 所以这三位的来宾都是一个特殊的安排 我们先来看一下 先来听听看在辉民的观察 辉民基本面 尤其这个研究的功力下的下的非常非常的深 先来看到全球最大半导体制造商 英特尔部分盘后公布上线的财报 结果 营收连续两季都是下滑 导致盘后股价是暴跌超过了5% 美国金融业财报也不太好看 美银跟花旗收盘都暴跌超过了4%以上 怎么回事呢 一块儿瞧瞧 全球最大半导体制造商英特尔 最近终于开始进军手机进贴市场 不过个人电脑需求持续放缓 导致英特尔盘后公布的第四季财报 营收连两季下滑 盘后股价应声大跌超过5% 英特尔上季营收下滑3% 来到135亿美元 美股获利跌到0.48美元 不过还是优于预期 展望本季 预估营收将落在127亿美元 稍微跌于市场预估 不过英特尔表示 今年将砸下大约130亿美元 添购新工厂 和新设备 美国金融业盘前也公布财报 美国银行获利暴跌63% 主要是清理问题房贷增加开支 全美第三大银行花旗 上季获利虽然大幅成长25% 但美股获利足足比市场 预估值少了一半多 也导致收盘暴跌4.6% 三星文化已经报道 好 这个暴跌的情况之下的话 重量节财报就开始 我们在开始之前 两个礼拜就告诉大家 担心会是一个压力 可是呢 指数变化里头 看起来并没有很积极的扩大跌幅 只有个别股题才出现 比较激情的反应 倒是在整个半导体族群部分 这个春天今年景气的风向球 因为我们过去有给各位解释 因为这里头的话 金元代工双雄 在这个比较上游的部分 在风策族群的部分 尤其这个头片下去 也包含消费性电子部分 到底哪些比较好哪些比较坏 从这个地方就会看出端倪 倒是来看一下 11月份以来半导体股的走势 台积电14.4% 日光12.7%之多 那么联电6% 视频7.5% 倒是Intel4.9% 废半废半有12.4%之多 看起来 从这些IC族群里头的话 废半也好 台积电也好 日光的话 都至少超过12%以上 维持一个相对强 这行情能够再延续下去吗 当然 指数是一个观察 基本面的变化呢 我想 其实我们先来帮大家复习一下 这整个半导体产业的一个逻辑好了 那昨天台积电的法说会上 他其实提到了一个几个重点 那首先他提到 比如说是整个半导体产业的一个成长率 他认为 今年半导体的产业成长率 大概可以到3%左右 而其中在整个半导体里面 晶圆代工它的成长率 又可以高达7% 那什么是晶圆代工 大家都知道 常常在电视上看到 只要跟台积电有关 就会讲到晶圆片 其实这个细晶圆片 从过去的8寸 进阶到12寸 而现在台湾的台积电 加上联电 其实拥有全世界最大 而且是最多的12寸厂的产能 那台积电 这时候他又讲了 它的竞争力 为什么特别好 大家都想过去都是 0.13 0.15的一个微米的一个制程 不过到从前两年开始 随着行动装置的一个起飞之后 大家东西 大家是看你的手机 是不是做得越来越小 做得越来越薄 你的平板电脑 也是做得越来越薄 这时候去跟过去来比 过去的个人电脑 或者是notebook来比 是不是小了很多 那这些晶圆的尺寸 是不是要更小 所以就从过去的微米制程 开始慢慢进步 进步到奈米 而现在的台积电 它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 全世界半导体的龙头 甚至于台湾股市的一个中流底度 关键就在于它的奈米制程 它现在28奈米是全世界第一的 连三星 连Intel也都拿它没有办法 它就在这个产业里 就在这个市场里 独大持续的一个成长 而且张周某他也讲了 台积电现在绝对不会只乐于 在28奈米称王 它现在的技术 朝20奈米 朝14奈米 继续的前进 要领先去领先对手 拿下去继续稳坐 全球晶圆代工的一个成长 而昨天张总谋 张董事长 他也讲到了几个重点 他认为台积电今年的成长率 会比整个晶圆代工的成长率还要好 那大家想晶圆代工可以成长7% 那台积电的成长更好的话 那是不是有机会朝着去年 两位数的成长这个方向去前进 大家这时候一想 台积电已经高高在上了 如果它还继续成长的话 就维持一个强劲的成长动能 如果大家去回想 前两年从金融海啸之后的苹果 一直很好 一直很好 持续的好 不断的好 它即使很大 它还是成为一个大家趋势注意的一个方向 而台积电在台北股市 就有这样子的味道 好 事实上 在刚刚所提到的说 这从这个台积电 由金融弹弓双雄里头的话 从这个晶圆也好 跟Nine的角度来看 这个切入这样的两个角度出发 可能听起来有点距离 可是我们可以告诉大家 三星领先台今天有它的一块 149米的一个领先 而且似乎已经开始出现 这个所谓的投单下单这样的动作 这一点可以再进一步来留心 可是呢 三星的竞争战力的确的爬升 就像昨天我们盘中所看到 金融元代工 雙雄 过去所说的雙雄 现在连定掉到第四名 这个三星部分掉到第三名 Global Foundry的话是第二名 那么三星这个速度是越来越快 这一点也要特别特别留心 倒是先来看一下 金融元代工的教父喊赞 下面一组 市场买不买单 金融教父信心买不买 他提到28奈米全球市占率 接近有百分之百 20奈米已经见够多的一个客户 20奈米部分 20奈米市占率将达到九成之多 今年一收年增高于同业 今年一收年增高于同业 再来 市场该搬走三大半角时 哪一个 第一个就在汇率部分侵蚀的获利 但是台积电董事长就说过 这个汇率 如果台积电要靠汇率的话 恐怕就压力就很大了 那么税制方面的话 客政所税 已是在采用利用率部分的话 折旧的问题 的确 这些问题的话 这个教父点都说得出来 不过技术门杆的领先 也是他所强调的重点 那么接下来要听听看 在子龙年的观察 我们刚刚所看到在台积电的部分 有这么多 在这里头 有些比较优点的部分跟缺点 可是 以股价表现来看的话 还原权值已经写下新高了 而且还不错 突破百分之后的话 现在看起来买盘还在推升 以今天的降上关系来看的话 又是有一些继部扩量的过程 量能 大盘量能在萎缩 剩下700亿元 可是 个比武器在台积电身上的话 却出现有扩正的量能 这对于整个大盘行情 对于个比武器材的话 会是好事吗 其实在整体 关于半导体族群上面来看的话 在2012年来说 它的涨幅来说 可以说是在前三名的 第一名可能是生技族群 第二名可能是半导体族群 但是到了2013年的话 我想有很多的利多讯息 极有可能就是提前来做反应了 所以最近我们看到 张作谋先生 不断的释出了很多的利多的讯息 市场上面也是给予正面的解读 例如说台积电所公布出来 去年度的EPS 是赚了6.41块钱 虽然它第一季来说是一个淡季 市场上面也是认为说 重使是淡季的话 其实它的减幅 是比预期的还要小 既然是比较小的话 其实就以正面来做看待 所以它说第一季来说 渴望是淡季不淡的一个状况 我们现在就来评估它的股价 因为去年度赚6.41块钱的话 如果以去年度的EPS 乘上20倍的本益比的话 目前来看的话 几乎就是120块钱左右的目标 如果说市场是以这样子来做平价的话 那我们现在看2330台积电的这个股价的一个位置来看 那虽然在今天释出了利多的讯息 前一波的高点来说 最近的最高点是在102块钱的一个位置 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它虽然是维持在均线以上 再做一个震荡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跟之前的苹果概念股越来越像了 因为在之前的苹果概念股 我们看到苹果在不断的创新高的过程里面 那么台湾的苹概股 就只是在那个地方高姿态的震荡整理 甚至震荡整理完毕之后 竟然是往下来做回档修正 台积电这档个股来说 在利多的讯息之下 现在也是出现了震荡整理的走势 所以在震荡整理走势的情况之下 那当然我们认为说 它修正的压力就是越来越大了 那最近我们也看到 它好像似乎觉得有点压力 所以他就开始讲台币 这个汇率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问题了 所以他就说 这个台币扁一下吧 因为韩国这个韩元都在扁 所以三星就不断的这个壮大 台积电他也就提出这样的一个看法 说台币也要扁一下 可是奇怪了 这个在去年度我们看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台币不断开始升值的过程里面 我们知道资产营建股来说表现不错 金融股也表现不错 那大家想说台积电应该有 汇损的问题吧 结果既然没有公布出来还是赚钱 而且还赚6.41块钱 还是符合市场上面赚钱的预期 所以我想张中谋先生 就不要再大谈台币的这个问题了 所以它的一个竞争力 不是在台币的这一块 而是在于说 它在这个全球的半导体的 这一块制程上面 尤其呢在28奈米的部分来说呢 全球的市占率已经是接近百分之一百了 再要往上的话 其实在产能上面来说 也是供不应求的状况了 所以听起来主要你结论认为说 这个台币的话 现在看起来基本面还不错 不过股价上的反应的话 也具备一个未来的期望值了 未来在成长的话 或在进步的话 空间看起来是比较压缩吗 对它的空间 已经是比较小了一点 好 团论为题 中理怎么看 我觉得应该是在101.5这地方 震来震去吧 因为它今天没有过前波高点 它今天没有过啊 之前前波高点我记得是101个 它今天是没有过的 那其实张董他每次法售会 他讲的都是实话 都是实话 就是当时他讲的是实话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股票市场股价它是领先指标 它不是同时指标哦 股价它是领先三个月到六个月以上 所以大家记不记得当时他在讲说 警戏看不到一支春夜 结果股价在低档 当然后面好多人排队 结果股价都在高档 那现在他又跟你说很好很好 当然我也认为基本面非常好 因为它的28奈尼 我记得昨天节目上 好像有讨论到这个东西 对不对 然后你看那个第一名第二名 第三名第四名下去排的话 台积电领先那个第二名第三名 第四名领先太多 那个营收真的差太多了 那这样差太多的话 它已经有规模经济的优势 那规模经济的优势在情况之下 现在又遇到一个问题 他昨天讲那么多 去年也赚了6.41 但是请问他今年到底赚多少钱 就是把这个 你把这些东西消化之后 就是他今年又有成长 又怎么样又怎么样 但是他又有税 比如说税收 什么证所税 他又加一些税 对不对 你把这些东西全部算完之后 请问他今年赚多少钱 赚6.8 他去年赚6.4 今年赚6.8 只成长4毛钱 就是以反而来估 来估成长就4毛钱 那4毛钱的情况之下 目前的本益比 基本上已经拉到15倍了 其实15倍差不多 你看红海才几倍而已 你看APP才几倍而已 15倍基本上差不多了 那既然差不多的话 其实在这个地方 因为外资 其实外资现在这个地方 因为台积升值 外资会进来 那外资进来 其实因为很多外资 是不认识 其他一些小股票不认识的 只认识台积电 红海中华电信 所以外资这个买盘 有在卡位 但是他已经快变下 外国人的公司了 你看那个外资的持股多少 我记得之前 我们在看的时候 是77% 77%股学全部都在外资手上 那我手上 我已经买到一个程度了 其实这个东西就像什么一样 就像我们之前讲Apple一样 如果说我部位的资金 我只能买到什么 我只能买到10%而已 当然所有人 全部都认识说 这家公司非常好 然后呢 所有的部位都已经买一买了 那买一买了 后面到底谁要来抬交 散户对这种股票 基本上是没什么太大兴趣的 好 终于说到这边的话 另外一方面的话 这可能是丑老的角度 如果从基本面的变化里头 我们来看一下 再看一下 暴震在肺瓣 暴震在肺瓣双雄 跟风策双雄 整个这股价有一个变化 这台称的幅度跟力道 从11月份以来 诶 肺瓣部分的话 这涨幅已经超过有12% 超过有12% 那么12.4% 台积年14.4% 日光12.7% 如果肺瓣是走在上头的话 我们再补充一点 Intel第四季的财报 这个数字不理想 所以呢 它盘后已经跌幅超过有5%以上 来看到 营收降3%到135亿的美元 连续第二个季度 是呈现是一个下暴的情况 那么经历降到24.7亿的美元 一片48美分 用于市场所预期 为了展望低于市场所预期 盘后股价是重做将近有5个百分点 基本面里头似乎 不管在更上游的角度来看 或者是整个指数上的变化 担心都是一个压力 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对 我的意思是说 台积年基本上它是 就是大家都知道它已经很好了 所以买盘 该买的人都进去了 所以变成说它就是高档震荡 会不会下来不知道 但是我认为 往上的空间可能是有限 它的下游风测部分也是一样 比较中心偏保守吗 基本上下游风测也差不多涨多了 我们打个比方 比如说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 台新科对不对 台新科接它的那个风测很大 因为台新科到45块之后 就算不下去了 所以呢 股价全部都走在前面 当你利多出来的时候 其实就是支撑什么 支撑之前涨过的股价 这个逻辑 好 那么辉民我们最后把我指定 再补充一下 刚刚所看到有基本的角度出发 甚至股价来到百元大观的话 反映的这个力量似乎 已经越来越薄弱 这筹码里头的话 外资圈 刚刚在宗宁所讲 快要变成是一个外国人的公司了 会不会一旦有些反手迹象 会吗 我想啊 其实如果真的把线图 台积电的线图打开来看 其实金融海啸的时候 我没有记错 台积电的股价是36块多 而现在一路慢慢慢慢涨 涨到100多块的时候 这时候其实已经累积了一个很大 相对大的一个涨幅 当然这个时候再去追高的意义跟风险 我觉得那是相对大了很多 只是我认为啊 台积电在这边 它的业绩明朗度是很高 当大盘一遇到 意外的一个风险的时候 资金要去哪里找避风港 当然还是要找业绩明朗度 或者是看得到成长的一个企业 继续把钱 把那个地方当作一个避风港 而台积电就有这样的特质 所以啊 综合来看啊 我们认为台积电累积的涨幅很大 这时候还要赚到很大的一个资本财 是不容易的 但是啊 这可以当作一个大家资金避风港 而在没有行情的时候 钱啊 可以在台积电这边找机会 当行情又来的时候 我想啊 钱啊 不管是外资啊 或者是投信法人 甚至一般的主力大户 他也会把钱啊 从台积电这边慢慢移开 所以这时候我认为啊 台积电反而是跟大盘啊 是走一个不太同样方向 功能性的避险功能啊 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去注意的 那另外像刚刚聊到的一个英特尔部分 大家可以去想啊 诶 这几年啊 这两年流行的是什么 是行动装置 而英特尔偏偏就在行动装置的处理上面 处理器上面 缺席了 那谁 高通啊 或者挥打填补了这个缺口 所以啊 大家这时候再回来看英特尔的趋势往下 当然啦 也一点也不需要去意外 那所以这也是告诉大家 诶 这时候投资要做什么 一定要做趋势上的一个东西 那台积电它至少占有一个趋势上的一个位置 有力的位置 这种避风港的产业啊 我觉得啊 大家还是可以去注意 好 我们先谢谢三位喔 事实上在刚刚从这个台积的角度出发 或者是一些比较专业的角度出发的话 如果还有些许疑问的话 赶快拿起你的手机 在我们这个镜头的右下方 在画面上右下方部分有个QR Code 你可以扫描一下 会进到3D主播陈淑贤的这个网页里头 这脸书里头 可以留下你想知道的 你所疑问的 在节目当中 我们都会急急的来告诉你 也希望多多支持 给我们批评跟指教 好 准备先休息一下 回到前面现场 继续要把握时间 要看到的是 这个比较活 赚大钱教士 今天邀请到的是棕林 这个真突破带你上天堂 假突破带你住套房 那么突破部分 我们在礼拜二已经有特别聊到 这是假突破真拉回 但是现在用另外一个观点出发 假突破真拉回 有没有可以更早 把握这样一个转折的契机 这是一点 第二个 我们来看一下喔 在乡民的说法里头 今天有一些重点的聚焦 重点的聚焦在哪里 勞保基金赚了313亿元 听起来不是很糟糕吗 现在又大赚了313亿元 对于投资朋友而言 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 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现场